歡迎你上來傑斯頻道的《清心直說》 首先歡迎電影《點五步》的香港導演陳自發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集請了《點五步》的幾位主角上來 監製陳家都問我 究竟你是想拍你自己的小孫子故事 還是你想拍沙宴隊的故事 應該是兩樣的 因為如果沙宴隊的故事 你就要拍小學生 現在講到你了 阿昇又說出聲 阿爹早了 有時間放假就對著牆場 扔四五個小時 扔到球場式燈圍 全部想要找棒球員 但能夠做棒球員 吃完又可以做到戲 真的太少了 導演就說 原來嘉琪都在練嗎 那對了 然後我就問他 導演 是呀 有沒有角色對我 我覺得很好 我不覺得這叫第一個男人 阿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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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裡面是女神 最主要是說兩個屋邨仔 怎樣去改變 怎樣去踏上不同的路 所以我覺得是講中情 好笑 青春 我兩個字 熱血 最功夫是哪一幕 或者是 其實看一看 最後一球 你們會有什麼感受 這些就是professional 那下年我自己也忍著 其實我有哭 大家好我在裡面 什麼裡面 什麼裡面 在哪裏 我不知道你在這裡裡面 阿譚 你住在哪裡 你好像豪宅 豪宅 豪宅 哥先生用粗口罵 你寫了一年兩年三年 你就寫不好了 你現在不怕 玩完了 歡迎你上來傑斯頻道的清心直說 歡迎又來到收聽這個 玩射物高子儀第三集 YA